演藝圈拍鬼片啊 或是拍一些比較靈異的片子 都會有一些禁忌 有些比較憂鬱症的患者 就玄學的角度一直看不好 會被認為是被什麼卡到陰啊 聽起來是你覺得不可思議啦 一直到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當時的張國榮跟梁朝偉 他們其實是在談戀愛 哈囉大家好我是錢子 我是志偉 我們要講一下今天為什麼我們會開這個節目 就是我們在新聞界很久了 20年然後彼此也熟 讓我個人也跑過很多路線 像志偉他是專一在跑娛樂 所以他娛樂真的是厲害 一級棒 所有的這個事情問他就對了 可是因為我個人在國際 在政治在兩岸 在社會在政治上面 都有一些涉獵 對 他算你算那個 資歷蠻齊全的啦 講實在話 什麼都跑過啊 然後也當國際特派員啊 我跟你講 就是一些災難新聞啊 一些重大的事件 他都去過他都走過 我們這樣講有點太多了 對這個可能 反正總之就是 有點白頭通 女話當年 總之我跟志偉以後 會固定在這裡為大家服務 跟大家解析 新聞的幕後 這個幕後 對 幕後 對 就是你想知道的一些事情 我們在新聞沒辦法呈現的 我們就在這裡講給大家聽 不過今天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訴大家 四月一號愚人節 我們今天要講這件事情 突然我們兩個變嚴肅 為什麼 因為二十年前的四月一號這一天 有一位香港的巨星突然縱身從旅館的頂樓 往下一跳 結束了他四十六年的生命 二十年前的張國榮做了這麼一桩驚天動地的事 一直到現在其實全球的影迷 很多人到現在都不解 我們也不知道他真正為什麼要結束自己生命 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他在那一刻 就是二零零三年的四月一號 呃 傍晚的六點三十分左右 然後他一定是有很多的千頭萬緒在他腦子裡 營繞 然後他也是想不開做了這件事情 不過我們必須要重現當時的情景 因為其實那一天他有約他的經紀人 到Hotel 到東方文華酒店來跟他碰面 那他的這個經紀人叫陳淑芬嘛 也很有名 他就在酒店的Lobby等了很久很久很久 那奇怪 奇怪 怎麼張國榮都一直還沒有下來 然後他就等太久了 他就走到酒店門口 稍微透透氣 就在那個時間點走出Lobby在這個門口 從天兒這樣碰一聲 就在他面前 這是當然是當時媒體的報導 在他面前 然後張國榮 他的藝人哥哥就這樣掉下來 就在他面前 24樓喔 對對對 你就可以知道那個畫面 光想我光想就覺得很難很難接受 是是 然後媒體報導是怎麼樣 就是當時描述那個場景是他的經紀人 陳淑芬他就把他的外套 他的封衣 他就趕快把封衣脫下來 蓋在張國榮的身上 是 因為你知道那個畫面會很難 陳淑芬是有講說 他證實 因為他跟他是最親近的人 他們是工作夥伴 常常要碰面在一起的 所以他很知道張國榮他內心的苦 所以他在隔了十幾年之後 他有一次接受魯豫的訪問 就是大陸很有名的一個主持人 魯豫有約 他訪問了陳淑芬 那陳淑芬就有透露說 其實那時候哥哥墜樓下來的時候 他還沒有走掉 他隱約有聽到哥哥說 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先講一下 這個張國榮 在二十年前為什麼要做這樣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把時間倒回到2003年的那個時候 張國榮是天王巨星 那有這麼多人喜歡他 他要錢有錢 要名有名 感情生活看起來也相當 順遂 他到底為什麼要自殺 我們今天來解決這個世紀之謎 原因之一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什麼 一說 因為他對他自己的外型很在意 那46歲了 我們男人在這個時候 其實法系線就會往後退 也容易胖 那因為哥哥他是很注重自己的身材 他也不喜歡自己 醜醜的樣子被看到 所以當下就有傳出 就是說他個人就是因為覺得自己不可能一直在螢光幕前 所以他想要當一個導演 所以那個時候他有投資方願意投資讓他當導演拍一部戲 都已經談好了 但是準備要去拍這部戲的時候突然喊咖了 因為他有認識了一個 二十幾歲的小男孩 因為那時候的他已經四十幾歲了 所以就是他很難去選擇 要跟唐先生還是要跟這個小男生在一起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讓他很困惑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子吧 就是讓他的壓力很大 當然還有一個說法 但這個說法就是比較玄一點 就是因為那時候哥哥他還有演一部電影叫做《易度空間》 他跟林嘉欣一起演的 他在裡面是演一個精神科醫師 然後因為裡面呢 太太跟女兒發生了事情 他很怪自己 所以自己是醫生 但是他卻得了憂鬱症 在片中呢就是緊張兮兮的 然後一直覺得有人跟著他 在這個電影裡面呢 是有別人墜樓 這個電影呢 因為他當時上映之後 隔一兩個月 那哥哥就發生這種事了 就會被穿著附會認為說 他是不是因為在裡面錄戲太深 因為這個電影它是有一點靈異的片子 那你知道就是說 一般我們在這個演藝圈 拍這個鬼片啊 或是拍一些比較靈異的片子 都會有一些禁忌 那就有人猜說他是不是物彩了什麼禁忌 因為有些比較憂鬱症的患者 就玄學的角度一直看不好 會被認為是被什麼卡到陰啊 或是惹到不該惹的一些好兄弟這樣 當然這樣子的說法聽起來是 你覺得不可思議啦 我當時是在這個新聞事件 因為他當晚發生這事情嘛 隔天我就飛到香港去了 那當然我在香港待了幾天 那也看到很多張國榮的好朋友 劉德華梅艷芳啊 然後還有肥肥啊 然後張學友 他是一個人緣很好的一個藝人 所以在當時 每個人都不敢相信 向華強 他是在香港一個影壇的大亨 他的太太 向太也是我們台灣人架過去 他講說 怎麼可能他有憂鬱症 不可能的 因為他跟哥哥是好朋友 他們是好朋友 而且在他要 墜樓下來的前十分鐘而已 他們才通電話 他們有通電話 有 然後他們通電話 他說他們還在討論說 接下來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可能別人不讓你當導演 我這裡可以讓你當導演 都在計劃未來的規劃 如果一個有憂鬱症的人 他怎麼可以跟你這樣談笑風聲 那我跟他講完這件事情完之後 十分鐘後就去跳樓嗎 他是絕對不相信這件事 可是我也知道 因為現在憂鬱症 我周圍也有很多朋友 現代人 我覺得啦 當然我不是醫生 可是我覺得 張廣榮憂鬱症的機率蠻大的 對 因為有可能 在這一刻 我跟你講我工作的事情 我未來要怎麼規劃 可是下一刻 他掛掉電話 他又整個人走不出來 他又陷入那個情境 只是說他到底是因為工作 就像剛剛志偉講的 他想當導演 導演夢歲 沒有辦法順遂 還是說他worry 他憂心他的外表 對 因為你知道他很注重他的外表 如果說青春年花 像我們現在也是 因為我們現在慢慢走到中年 然後慢慢要接下來是老年 如果你外貌 明天早上起來 看到鏡子裡面 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我覺得那會很憂鬱 對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感情 雖然他跟唐唐 就是這個唐先生 看起來是從很年輕就在一起 可是他可能又面臨其他的選擇 譬如說比較年輕的這個男朋友 我覺得這種多重的這個原因 有可能讓他心裡面已經生病了 可是他也許他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他當下 他很累 他覺得他很累嘛 所以他就覺得說 對一個憂鬱症的患者來講 就像你講的 我這時候可能OK的 但是我下一秒馬上又陷入那個情境 所以這個就很難去說誰對誰錯 因為像太太他可能有他的理解 他覺得他怎麼可能有憂鬱症 所以也許他沒辦法接受嘛 對不對 剛剛志偉有特別提到 就是哥哥他走之前 他有在Hotel的飯店裡面 可能辨紙條之類的 寫了一封遺書 我們說他是遺書 那遺書警方是說有的 可是我們現在在網路上看到的那一封遺書 有人說他不是真姬 可能是有人看過那遺書的內容 然後就幫他寫出來了 所以那可能不是哥哥的真姬啊 那裡頭寫到 當然就說謝謝各位朋友 然後謝謝教授 謝謝家人 多謝各位 多謝麥烈菲菲教授 一年來很辛苦 不能再忍受 多謝堂堂 多謝家人 多謝菲姐 我一生沒有做壞事 為什麼會這樣 他問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這麼憂鬱 對 就是他留下來的一些枝字片語 對 那講到哥哥呢 其實張國榮 他們家從小家境是很富裕的 你知道他爸爸生幾個小孩嗎 幾個 他是排老 第十個 他是老妖 最小的 他是老妖 第十個 對 他爸爸生了十個 那他當時就是一個比較反骨的個性 但是他也很會念書啊 那家裡也有錢嘛 可是他爸爸媽媽因為感情不是很好就分居 因為他爸爸有錢在外面花天球地 三七四妻 對 他從小是用人帶大的 那也是蠻寂寞的 對 就看不到爸爸媽媽 然後再加上他的哥哥姐年紀比他大 所以 當時的他呢很早就要學會獨立 所以張國榮他的大學是在英國念的 但是你只要念到一半 家裡家道中落 他們家是紡織業嘛 那因為家道中落就沒錢啦 沒錢你怎麼可能繼續在英國念書 就回來 當然就回來啦 那回來之後 你知道他為了要繼續完成他的學業啊 家裡沒錢他怎麼辦 他要半工半讀嘛 他就去擺路邊攤 賣牛仔褲賣鞋子 賣衣服 他本來是念服裝設計的 所以哥哥其實對衣服的美學很有他的想法 但是呢 他自己知道說 要回到過去家裡那個榮景 要靠他們家的紡織業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以我個人來講 在當時的環境都會覺得 如果我可以成為一個明星 那就棒了 我賺錢就快了 那就讚了 對 所以剛好就有一個 就是電視台在參加的歌唱比賽 很多港星都是參加歌唱比賽出來的 所以哥哥他去比賽呢 拿到了亞軍 那很不錯耶 其實他以前的樣子 看的就很亮的那樣的一個image 所以當時的經紀人陳淑芬就看到他 他們都會去這個比賽現場去 找他們要找的明星嘛 結果看到張國榮他覺得 這個一定會大紅 絕對有潛力 絕對會紅 所以他就是要簽張國榮 那時候張國榮還不知道什麼叫簽約 那我是要賣給你嗎 陳淑芬 這麼可愛 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就在懷念他跟張國榮的 那時候第一次見面嘛 他當然還是一個萬事不公的樣子 可是對於要簽約這件事情 他是很緊張跟興奮的 那我真的可以嗎 我是第二名耶 我不是第一名 你為什麼不簽第一名 要簽我第二名呢 那這是經紀人的選擇 他的眼光就是好 對 那證明陳淑芬的選擇是對的 當然他第一張專輯推出的時候呢 就是叫好不叫做 因為他自己也有學音樂 他也會作曲啊作詞 你是一個滿有才華的人啊 但你知道有些時候 歌他可能就是取高和寡 有時候就是運氣 對 或者是機運沒有到 我聽說他第一張專輯那時候 是1977年到82年那段時間 這個專輯不但沒有大賣 反而他還去類似唱歌的時候 還被影迷虛下台啊 對那個時候就是 你知道就是說像電視台 當時都很流行那種 要過年了或是要跨年了 就會找一票我這個電視台的歌手來 藝人來辦一個類似像什麼 特別節目 所以就有一個像群星會那樣的節目 就是一堆歌手的 那他是現場有好多觀眾 然後你就在台上表演 大家好像去看一個演唱會的感覺 那張國榮上去表演了嘛 但他上去表演 居然就是有台下的觀眾 把他頭上的帽子 這聽說還是一個貴婦喜歡的帽子 就把他丟上去 本來他以為是 哇你要送我帽子 結果後來是 你下來啦 你唱得很爛啦 那真的超尷尬的 對 然後讓哥哥就 滿受到打擊的 原本還想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退出歌壇 幸好他沒有退出歌壇 而且他堅持下來 因為他後來的成績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好 沒錯 他熬過前面的兩三年 我們大家看一下他後來呢 其實都有很多 快智人口的作品出來囉 我自己對張國榮的印象是電影作品 可是其實他過去在議潭裡面的這個歌唱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像是Monica 對 這首歌 那首歌快歌 我們那個年代 對 非常 都會唱 大街小巷大家都在唱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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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ca 然後Leslie 這些都爆紅 Leslie 就她的名字 對她的英文名字 然後她還有一些抒情歌曲 當時我們跟韓國那個1988年的年代很像 我們也都是聽香港歌手唱的歌 然後看港劇 然後還有看香港拍的電影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念小學中學的時候 台片就是大人老人在看 大家都看港片 港劇 還有日劇 還有日劇 那那個時候呢 張國榮他應該是說 歌而憂則演 對 就是她因為歌紅了之後呢 人就開始拍片了 那我相信台灣觀眾對張國榮的電影應該都很熟悉 你現在聽我們講就說 喔對啦有那一部啦 對 啊還有這一部啊 剛剛我們講忠魂四海是 他啊周潤發嘛 很多大牌一起演的 但是呢你知道哥哥喔 最經典的一部電影 前自你知道是哪一部 阿菲正傳 阿菲正傳 霸王別姬 是 妾女幽魂 燕之寇 是 還有春光乍蟹 哥哥這個名字怎麼來你知道嗎 就是他演了妾女幽魂 喔 那他演了妾女幽魂 這是超級經典耶 現在電影台還有在重播耶 對啊 他跟王祖賢 印象最深刻裡面的一部戲就是 姥姥要來了嘛 然後張國榮躲在那個小倩的房間 那怎麼辦 姥姥要來了 他就叫他藏到水缸裡面 那藏到水缸 姥姥進來就聞到有人的味道 啊你這房間裡面有藏人嗎 沒有沒有 他很害怕嘛 但是因為張國榮已經憋不住了 他要從水缸裡面出來 出來了 然後王祖賢就去親他 嗯 內幕真的是很經典 內幕超經典的啦 內幕很經典 許克導演很厲害 他去找了張國榮來演這個角色 找了王祖賢來演這個角色 把《倩女幽魂》這個老故事齁 就演得這麼的好 裡面就覺得你產生就是帥啊 對 所以在裡面呢 王祖賢都是叫他哥哥 所以從演的那部戲之後呢 他的外號就叫哥哥 大家都叫他哥哥 不管是影迷 不管是朋友 大家都叫他哥哥 哥哥了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春光乍蟹 春光乍蟹 對 因為他跟梁朝偉 因為他跟梁朝偉 大家知道他們演的是一對戀人 情人 我覺得那真的是經典中的經典 對 然後兩個人的那個 在劇裡面的 當然演技很重要 他們都是非常敬業的演員 可是你看他們兩個的情感 在那個電影裡面的張力啊 那個流動 所以一直到現在很多人都認為 當時的張國榮跟梁朝偉 可能有觸動那個情感的按鈕 那個時候啦 甚至有人覺得他們其實是在談戀愛 就是說我們看很多這個演員啊 他們有些真的入戲太深了 是 就英系結婚了 這也蠻多的 對 但只是說當年那樣的時空 即便梁朝偉 真的愛上了張國榮 可是我看也很難在一起吧 對 因為其實現在如果你覺得說 這個我們在台灣 尤其是同志的這個結婚 同性婚姻其實都已經合法化 可是大家要把時空調到30年前 那個時間點 整個社會非常保守 儘管香港已經是華人社會裡面 算是相對比較開放的一個地區 可是你看到 呃 男男喔 或者是感情啊 結婚啊 所以一直到現在我覺得 張國榮某某程度他是沒有真正出櫃的 儘管他有在演唱會上 對著這個唐先生 對唱的那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 當這個張國榮 深情的對著唐唐 唐先生唱的那首歌 你知道那個時候有多轟動嗎 尤其你知道同志圈多麼的壓抑 在30年前 每個人都覺得他受到的這個激勵跟鼓勵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朋友是同志 他們覺得張國榮帶給他們 不僅僅是舞台上的表演 還有一些內心上面的 或是意志力上面的 跟環境來對抗的這些激動 是你的終身 終身就是你 所以你是我的終身 情人也好 好友也好 無友也好 好開心 祝福 他在26歲那一年 遇到了28歲的唐赫 是 所以兩個人當然又是朋友 又是伴侶 所以本來這件事情是在 就像你剛剛提到的 在那個年代他是比較靜寂 你知道其實早在王菲跟謝霆峰簽手之前 他跟堂堂就也牽過手了 對 那時候狗仔在跟他 然後張國榮就是直接牽起他的手 還回頭看了一下狗仔 怎麼樣 說明了一切 我覺得那一張照片 真的就是說明了一切 千言萬語 你不需要站出來說我出櫃 就你看他就是義無反顧 就把這個堂堂的手給牽起來 宣告怎麼樣我們在一起 然後他的車號也有玄機 對 他的車牌號碼就是DC D就是堂 C 3多少 339 339是什麼意思 長長久久 以廣東話來講 不過據說現在堂堂 堂先生到現在也都還 就是單身 都是單身 而且他好像一直把 哥哥的骨灰給保留在自己的家裡 對 所以這一段感情其實還是滿值得大家尊敬的 你說異性戀同性戀不管是什麼戀 可以這樣子生死都在一起 真的是生死相交 我覺得已經算是難得了啦 也是喘起了 對 今年因為是哥哥離開我們20週年 是不是有很多的活動 對啊因為我知道是有要辦這個20週年的 張國榮的紀念音樂會 然後我們前幾天也看到一個訊息 是有一個展是用漫畫畫哥哥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20年是一個 你說小孩都可以唸到大學了 所以成年了 我覺得那些回憶喔 就是我去採訪的 包括你也去採訪 然後呢 我真的覺得說 就是我們當記者 有時候都會覺得說 自己的質疑裡面會不會有遺憾 我常常跟琴子講說你沒有遺憾 因為你什麼線都跑過 並沒有 什麼地方都去過 那我真的遺憾的是 我從來沒有訪問過張國榮 我也沒有 從來沒有訪問過他 因為那時候我們年紀太小了 應該講說我們出道的時候 張國榮他已經要往導演那條路走 所以就不要沒有機會訪問到他 那就是只能夠在每一年的這一天 然後去碾懷這位巨星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都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有更多更多精彩的爆料 請大家一定要訂閱 按讚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掰掰